好,今天呢,老师要讲一个故事 故事的名字叫做 数字在哪里 作者是五位太郎 这叫做封面 好,我们看看封面上有几个小朋友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好,一共有十一个小朋友 而且每个小朋友的衣服上面都有数字 这是封面 那我们可不可以猜一猜 故事中会讲什么呢 题目叫做数字在哪里 你觉得你这本书会讲什么呢 好,想一想啊 我们开始读故事了 这本书很有意思 这本书都是和数字有关 好,我们看一看啊 再往上面翻 好 数字在哪里 看数字可以知道时间 这是中 看数字可以知道日期 找找你们的家的中 有没有时间 把这些数字认一认 好,我们看数字的话呢 可以知道日期 这就是日历 四月份的日历 有四月一日 四月二日 找找你们家的日历上 有没有数字 老师给你两份工作 一份是找时钟上的数字 再找日历上的日历上的数字 哦,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时钟 哦,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时钟 看清楚了吗 也有数字 好 看数字啊 可以知道温度 可以知道有没有发烧 这就是温度计 如果你发烧了 爸爸可能会温度计给你撤一下 好 妈妈最爱做的事啊 也是邓老师最爱做的事 哎呀,我怎么又重了 你看啊 也可以知道自己有多重 妈妈有六十五公斤 看到吗 你们家有没有钟呢 有没有称呢 有没有温度计呢 想不想去找找家里的数字呢 用数字可以打电话 看到这个小朋友吗 你的手机上面也有数字 对吧 好 爸爸妈妈打电话的时候呢 会需要把数字输进去 也可以挑选电视节目 因为电视会有频道 频道中也有数字 看数字可以知道价格 啊,超市里面 每一种商品都有数字的价格 你看白萝卜一百五十 还有呢 胡萝卜六十 而且啊 你还可以比一比数字 可以知道哪个贵 哪个便宜 我们比一下 这是西瓜 这是西瓜 这是苹果 看看西瓜贵还是苹果贵呢 好,我们再往上面看一看 看数字可以知道鞋子的大小 如果你去商店里买鞋子 你可以知道我是穿几码的鞋子 这个小朋友是18码的鞋子 好,看数字也可以知道衣服的大小 好,有些衣服是S代表small M代表medium L代表large 还有些数字 代表呢 他的身高 好,用数字啊 可以区别一辆一辆的车子 有时候公交车呢 会有五路公交车 二十四路公交车 像我们附近有二十六路公交车 也可以马上知道公车要去的地方 还有数字呢 看数字可以知道道路的规定 哦,这里限数是二十四km 如果爸爸妈妈带你去高速 你常常会看到六十个mile 七十五个mile 这些数字到处都是 也可以知道到达目的地还有多远呢 用数字啊 可以把信呢 送到收信人的手上 因为你的家庭有地址几号 好,你看看这个小朋友 三六十五 他们家住在这里呢 好,用数字的话呢 可以知道谁先走 谁先 谁后 这是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A18 好,四十吗? 看数字可以知道有没有中奖 好,还有啊,数字可以用来做各式各样的计算 小朋友会做吗? 小朋友会做吗? 一加二等于几? 二加二等于几? 二加二等于几? 好,我们看啊 也可以呢,用来思考各式各样的事情 真是方便 好,好,亲爱好,亲爱的小朋友 好,亲爱的小朋友,这本书叫做数字在哪里 老师呢,老师呢,老师呢,很爱这本书 也给你一个工作 请你回家在自己的家里面 找一找你的家里有哪些数字 好吗? 好,今天就到这里